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多跌了76点 高低点一百七十几点 也是大行情 而且比昨天更震撼 水灵和宴在两礼拜前就一直提醒你 进入选前两周都是大行情 是不是印证了 进入选前两周都是大行情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大行情能够赚大钱 可是你如果做错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接下来操作爱税理 你如果自己没有把握 可以跟零和宴一起做 我们现在有年中大回馈的优惠活动 只是每年一月份 我们都会有年度最大的优惠 这是一年以来最便宜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新的一年跟零和宴一起 我们到底要贪大钱 零和宴帮你规划一整年的投资 昨天亚洲股市 大陆跟台北股市都大涨 因为现在确定了 1月15号要签约了 而且大陆降纯准率 其实这个消息在礼拜三 美国封关那天就已经知道了 可是美国股市并没有太强的表现 因为要放假了嘛 市场投入意愿没有那么积极 昨天美国股市就大涨了 道琼330点 纳斯达克1.34% 费城报酬体大涨2% 都创历史新高哦 昨天欧洲股市的部分 德国法国也都在反映 美中签约的问题 那今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跌那么凶 欧美股市都大涨啊 以往欧美股市大涨的时候 台北股市往往都会继续涨 那今天为什么变成开高 然后变成大跌 尤其OTC今天大跌了1.3% OTC的1.3%相当于上市 加权指数跌了157点 很重啊 跌得很重啊 那到底什么原因呢 昨天美国创历史新高 从十月以来 三个月涨了3129点 台股间开高三 开关台才够到 尤其量1932亿 什么原因 美军空袭伊拉克 美军空袭伊拉克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川普就下令了 川普下令指示美军 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国际机场 当场就诈食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谁会涨 油价一定涨的嘛 对不对 在油价涨的同时 道琼电子盘就出现急杀了 跌了200多点 只要一有战乱 或者中东出事情 油价是必涨的 所以今天油价大涨了2.73% 燃料油也大涨了2.12% 很多反应快的人 马上第一时间会去买 原油的两倍涨跌幅ETF 盘中一度大涨到8.5% 收盘大涨6% 涨到8.5%是有点过头啦 因为你是两倍涨跌幅嘛 对不对 油价才涨了2.7%而已 油价涨了2.7% 两倍涨跌幅应该只有5%而已啊 结果涨到8.5%去 所以有时候 理性一点 不要太过度的疯狂 涨超过你去追 等着有点麻烦嘛 对不对 今天油价一涨之后 塑胶股 美军空袭伊拉克 塑化股 跟着大涨上来 连城 华夏 台塑 台达化 国桥 今天表现都不错 我今天第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美国会去空袭伊拉克 可是我今天一开盘 在美军媒空袭伊拉克之前 一开盘9点12分 我就通知会员买1312国桥 19.0 18.8开始买进 那为什么会去买国桥 外资昨天买了552张 而且外资连买4天 连买4天的国桥 我今天一开盘之后 国桥蹲下来 我叫会员下去买19块钱 很好买啦 因为最低18.9 收盘19.45 当天2.3% 当天2.3% 可能你会认为说 人家原油ETF涨了8% 售盘涨6% 你随便买 要探一下3% 4% 较快啊 为什么领的厌费要去买国桥 才涨 才赚2.3% 今天这样的行情 你买股票会赚钱已经不容易啦 那我为什么不买原油 而去买国桥呢 我有我的想法啊 今天油大涨 是因为什么 空袭伊拉克 对不对 除非你会酿成 大规模的部队作战嘛 这样油价才会持续一直涨 如果只是空袭的话 那一天两天而已啊 美军也不可能一天到晚 在空袭伊拉克嘛 也不可能一天到晚 在空袭伊朗嘛 所以这种突发性的行情 对于油的行情来说 都是一两天一两天 所以你今天去买油ETF的 搞不好礼拜天你就要卖了啊 你如果不卖它就掉下来了 那做那么短 不会赚到大钱的 我买国桥 当天虽然2.3% 可是我看的是一个更大的视野 进入塑化原料的需求旺季 每年开始进入第一季 开始进入一月份 就开始进入塑化类股 年度需求的旺季 这是每年都会如此的 我研究原物料 研究很透彻 研究很深入 研究很深入 你看国桥 国桥打了五个月的大底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月来国桥只有十八块跟十九块 一块钱里面走了五个月 哎哟好闷喔 重点是量来了 量来啊 你知道国桥每股净值二十六块钱 一年可以赚两块半 获利很稳定啊 获利很稳定的公司 股价不涨 还大跌五个月的大底 打了五个月的大底 要两一块大底完成 这个就是底部的起涨股嘛 这就是底部的起涨股嘛 加上你看国桥 最近两年来 国桥从三十五块钱 跌到十七点六 哇 腰斩 你看这两年台北股市 起三千几点 两年 加权指数涨了三千多点 塑化股不但不涨 还逆是腰斩 腰斩的塑化股很多啊 腰斩的塑化股很多啊 那国桥从三十五跌到十七点六 腰斩一半 货利还很稳 净值又那么高 加上进入需求旺季 不过这种就对啊 买这个最稳的啦 加权指数涨到一万两千点 很多人担心 股票涨高之后买了危险 那我跟大家讲过 你不要去买高的嘛 你买底部的 指数在一万二 危机意思一定要有 你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买投机股 不要去买基叉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你一样可以赚个三十% 五十%嘛 对不对 你赶快赚三十五十%嘛 你看国桥 这是周线 指标越来越高 股价在打底 一波比一波低 指标越来越高 这是标准的背离讯号 一般这种背离讯号 出来之后 也是在预期一个 大波段的回升 所以我今天不买 原油的ETF 知道原因了吧 因为你买原油ETF 只是抢短线一两天 我买塑化股 尤其国桥 在塑化股里面 算是获利比较稳定的 你知道它的负债只有13% 负债只有13% 查证状况是很健全的 很好的 那我买这个不是更稳 我买国桥 不是更稳 要赚个三十%五十% 是不是更轻松 所以左眼的不是空袭 空袭只是点火 把塑化股的行情点火 我看的是一个趋势的形成 塑化股需求旺季趋势的形成 塑化股的部分 你们可以特别注意 每年在这个时候 都会进入营运的需求旺季 你们可以特别注意 尤其下礼拜行情里面 可以注意 好 今天台北股市 从大涨变大跌 成交量1932亿 但指数最后是小涨9点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也是开高走低回平盘 香港跌0.2% 大陆股市还是比较稳 呈现小涨 可是OTC的部分就跌好重喔 跌了1.3% 今天上市266加涨577加跌 平盘114加 所以涨的加数 大概只占了四分之一而已 OTC涨157加 跌486加 平盘93加 涨的加数也只占了四分之一而已 今天上市跌3%以上的公司 高达107加 中小型股跌得好重 中小型股跌得好重 所以林的燕子跟大家讲 不要去队贯 不要去队贯 养成买底部的习惯 就是这样啊 你今天追高 或者这几天追高 今天几乎都要被套了 几乎都要被套了 最稳的还是什么 大陆股市的ETF啊 我从12月初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当你听到美中要签约 这支你来买就对了 哪支 00637L 护身2X4 我从12月初都开始讲了 我从12月初都开始讲了 我从12月初就开始讲了 当时还在17点多 18块钱 今天已经19.97了 今天19.97了 我当时是不是跟大家讲 美中贸易只要传出要签约 大陆股市必定会大涨 因为连续八个月 大陆股市被美中贸易战 压得使气沉沉的 台北股市最近三四个月 涨了2000多点 道琼涨了3000多点 大陆股市八个月来 完全攻不上去 因为被美中贸易战给压住 那既然是这样 那只要一签约 就如同紧箍咒放宽 一直就喷出去了嘛 你看到讲完之后 听到一签约在这一天 是不是有忙大涨 上礼拜五押回一天 我跟大家讲 正常指标修正 快落费 你看到讲完之后 是不是喷出 是不是喷出去了 整个走势跟我所画的剧本 几乎都一模一样 你有买吗 8个月大底正式喷出了 深圳股市也是喷出了 都喷出去了 你看我第一时间 12月13号 听到美中要签约的消息 18块钱 八点三十四分的开始 18 18点四 18点三一直买 大陆股市消息出来之后 大涨 过十一月高点 互生二月开始还没有 这就给你机会啊 这是同步的行情 既然大陆都过了 ETF一定会过嘛 所以是鼓励你们赶快买赶快买 全世界的法人都在看这一局 全世界的法人都在看这一局 你知道昨天外资买多少 外资加自营商 昨天买了六万多张 买了六万多张 昨天成交量十三万张 一半都叫法人买了 那既然连法人都在锁定这一局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最好赚最简单最稳 那你买这个就对了啊 买其他股票搞不好要赔钱 是不是 你看讲完之后 上星期是开始起 星期五又大起 礼拜一又大涨 礼拜四又大涨一直起 今天开高走低 创新高19.97 开高1.6%压下来 做那底要做什么啦 很多人昨天买接就卖掉了 你做那么短 不会赚大钱的啊 想要赚大钱 你要给行情时间嘛 方向对了趋势对了 行情涨涨跌跌给他时间 他就是一个大波段嘛 你是要有办法赚30% 40%嘛 你做那么短 开高压下来 怕金贵 你看今天 大陆股市又拉尾盘 我们收盘之后 大陆股市又拉尾盘 礼拜又要开高了 拜又要开高了 从我讲完之后到现在 互生2K4 已经去10%了耶 你如果用融资做的话 获利也超过30%了 但融资我是不建议啦 开大门走道道 投资是长期的行为 多少钱做多少生意 用现股做没关系 重点是你要参与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 大陆股市这一次 是玩大的哦 你看大陆股市四年半跌了43% 道琼四年半涨86% 费城报告体四年半 纳斯达克涨108% 费城报告体涨243% 连台北股市四年半都涨68% 全球只有大陆股市 这四年半是逆势大跌的 大家都经济没那么厉害啦 所以当美中贸易战 战时修兵 台北股市的保险 这个补涨 不是只有小波段 一定是一个大方向 一定是一个大格局 所以你跟我压这个就对了嘛 何必做得那么短呢 这里要做什么 这里贪不钱啦 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看 大陆的格局 你看一天成交量 台币两兆2897亿 我今天就没有统计了啦 昨天礼拜四 三兆2千3百亿4亿 一天成交量增加一兆新台币 一天成交量增加一兆新台币 你要了解人家大陆 它的市场动能有多强啊 一天成交量两兆三兆新台币 那被压缩着 我昨天形容过 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你把它压缩到极致之后 手一放开 它会弹很高啊 目前大陆股市就是这样的情况 动能很强 股市被过度压抑 尤其四年半以来 压抑了43% 那接下来补涨 眼光看远一点啦 这是要贪大钱的 这是要贪大钱的 连法人都在压住 所以不要玩太短 你有护身2X的 跟零能源一起做 对我到底做啦 自己不要行情一个震荡 就被吓出去了 那就可惜了 各股的部分 今天卖压很重 你看今天3000斤 大力光大跌 金测大跌5% 细力大跌4% 高价股的部分 卖压很重 郁金光跌了4% 普瑞跌了2.4% 雅德克跌3% 对今天高价股的部分 你看 群联跌4.7% 联雅跌4% 穩茂跌3% 筋锥啦很多高价股 或最近强的 今天都大跌 华通 今天都大跌 随时跟大家讲 不好对观不好对观 你有听下去吗 你没有听你的话 不要去追高 追高几乎到倒霉的 追高几乎到中枪的 你看今天环球经 从413 击杀到386 一天台北30块 你看南亚科 昨天传了一个三星跳电而已 哇很多人都抢进去了 成交量增加4倍 我全是不告诉你 不好对不好对 南亚科目前业绩很淡的 毛利率降得那么夸张 毛利率降那么夸张 获利大衰退 从12块14块 降到剩3块钱 去那管理那堆 要怎么贪有钱 昨天这根是掉手线 这个线形跟金电是一样的 这种掉手线 出现在高档 都是不好的情况 你看金电出现掉手线之后 是不是下来了 昨天南亚科又是一根 所以我叫你不要去追 很多老师都在讲 讲的结果 昨天4万张都套住了 都投到啊 你对冠有意义 养成买底部的习惯嘛 你看我帽连买底部 想要买起来啊 想要买起来啊 这样做才对嘛 这样做不太对 跟我一起来锁定10党 底部的基优股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都修正了 六个月七个月了 去的股票一支就有了 机会一个就能够圆梦 我们现在有年度最大的回馈活动 每年一月份大回馈给我们的忠实观众 跟我们的会员 一加三年度最大的优惠 新的一年让联铁帮你规划 我们一起来赚一整年 我们到底在哪里谈 观众服电话 新闻广告修正马上回来 同期长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定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我上礼拜一直提醒你们 进入选前两周 将会是大行情 我研究选举行情 研究了25年 这套公式准确率百分之百 三部曲四部曲 三部曲是选前两周 四部曲是选后一个月 这段时间都是大行情 我快拿招来拿钱了 你看昨天大涨103点 今天开高走地啥那么重 今天欧洲股市 德国凡克福 目前大跌了197点 随着跟大家讲 不要再去追高了 股票投资追高 不是塞幅 这都是假路塞 真正投资你要买底部 从底部开始投资 你才能够赚大钱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买底部 才会赚大钱嘛 要买底部 你才会赚大钱嘛 你才有办法一档一档 30% 50%的赚嘛 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刚才跟大家谈的石油 跟大家谈的塑化股 好礼拜塑化股要注意哦 下礼拜塑化股要注意哦 开始进入营运逛季了哦 我的做法一直都是这样 涨高就不要了 你看到每支股票 都从底部开始推荐 让你看到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茂莲也是啊 从底部就开始讲啊 是不是一路大涨上来 是不是大涨上来 213开始讲的 涨到235 是不是二十几块啊 特斯拉接下来 今年度开始 在中国的销售要降价20% 特斯拉股价已经飙了144%了 茂莲也没上当的哦 茂莲也没上当的 五个月大底才刚要完成而已 尤其获利又创下新高 去年11.8今年15块钱起跳 好108年啦15块钱起跳 所以相当中股票有压回 都是承接的好机会 你更为其锁定中底部的极油股 很多档总共有十档 总共有十档 节目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啊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说这档有没有 伺服器相关个股 最近五个月一路大跌 从将近150跌到100块钱 腰斩了四十几%块50%啊 可是获利却是创历史新高的 你还要买这种的嘛 两档啊 那两档不是对冠啊 我一直在等他今天押回再开始买啊 押回买不要去追高 养成低阶的好习惯 这里还有好多档 还好几档没有时间讲 更为其锁定这十档 选举大行情的造势股 获利多创历史新高 股价都在五个月六个月的底部 这样一档一档三十八五十八 人家贪得对 我们现在有年度大回馈的活动 回馈给我们的观众 回馈给我们的会员 一加三年度最大的优惠 新的一年 跟你们一起做全班的投资 我来帮你规划一整年 观众服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